诗,但未能达至儒学创作之境。 秩序沟通如佛之事对佛教义礼亦有时效,此即以教化推广之效,然上非义礼创作之层面。 因此,整个秩序沟通于如佛者既有功于如学,亦有功于佛学,但无功于整个理论之会通于义礼之开创,此时因佛教并非一人伦价值观,一线是知社会科学,而未亦提出多重世界观及轮回生命观的宗教哲学, 因此仅能在若干义礼格式及伦理德目上互相沟通引用,论究哲学立场及稍有冲突的价值议题时,秩序立即是站在佛教世界观价值观的角度批判儒家的。 本文之作 不若恐劳 关键即是在佛教所提出的一大特殊的宗教世界观及生命观。 以关于秩序思想的刚领性认识,圣言法师的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一书论之圣详,基本上即是意以秩序为融合佛教诸宗及沟通如佛的诠释立场。 是圣言者,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88年出版。 2. 参见其言 下归人,不能下笔,废寝望十三昼夜,大悟恐颜心法,东丧妇,文的藏本愿,发出世心,二十二岁,专制念佛,净焚聪,二千余篇。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偶艺大师自传,一万零两百二十,一万零两百二十一。 佛教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 以下引文皆同此书。 3.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六之一,四书偶艺解字序,一万一千零九十八。 4. 偶艺大师全集二十,周艺禅解序,一万两千五百六十九。 5.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一,批一万零三百九十六。 7.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三,批一万零四百七十七,Tilda批一万零四百八十。 8. 偶艺大师全集十九,大学直指,一万两千三百五十一。 9.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四之二,圣学说,一万零八百四十五。 11.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三,是潘巩城,P一万零四百五十九,Tilda批一万零四百六十。 12. 功夫理论,作为中国哲学如是道三学的基本义礼仪式,作者已于他文论之圣火,参见,杜宝瑞,2001年,小于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大于,哲学杂志第三十六期,夜四十年七月五。 12. 另见,杜宝瑞,2001年四月,小于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大于,东吴哲学学报第六期,夜六十一年十一月八。 13.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四之二,文最说,一零八四九,一零八五零。 14.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二,是郭泰爵,P10454-P10455。 15.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三,是张子岁,P10472。 16.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五,是郭泰爵,P10551-P10552。 17.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四之二,陈子法明真朗法号自招说,10842。 18.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一,是郭泰爵,P10388-P10389。 19.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五,是郭泰爵,P10553。 20.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四之三,月阳明全集碧偶书二则,10900-10901。 21. 偶艺大师全集十六,临峰宗论,卷二之一,是郭泰爵,P10387-P10388。 22.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六之二,月初开示千人放生社序,11122。 23. 偶艺大师全集十七,临峰宗论,卷六之三,放生社序,11173。 24. 偶艺大师全集十八,临峰宗论,卷七之四,建于兰盆会书十六,11364。 25. 在,宋元学案,慧眼学案,的,语要,中有,离周破邪论论魂魄,讨论祭祀祖祖先之魂魄存在问题,同时也有朱熹对谢上蔡主张,祖宗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的讨论观点。 如者始终必须坚守此一立场,但是论述之一句却十分困窘。 326. 119. 4202 OK 9 Text 斜线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13秒 GMT 28 20348 C-1 D 27 C-495 E E 4 B C 80 F 40 003 Heids 6 119 420,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谈经的功夫哲学。 首页,向上,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度计文味道如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 宏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 谈经的功夫哲学,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 永绝缘贤缘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偶义秩序沟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档案下载 谈经的功夫哲学 摘要 本章将讨论六组谈经书中的哲学观念。 由于,谈经根本上是中国大臣佛学的作品, 所以,谈经里的所有观念发言, 都已经预设了基本的佛教哲学原理, 而,谈经理论观念的特色也正是由其突出于中国佛学传统而显现的。 当然,若就,谈经,作为哲学理论世界中的一员时, 要讨论它的观念的成立,也必须是由佛教哲学的意理系统才得以正立的。 本文讨论的重点将不放在佛教意理的成立理理论的问题, 而是要处理作为佛学领域内的,谈经,思想之意理特色的问题。 这个意理上的特色,我们以为几乎就全在慧能的,功夫理论,之中了, 这是因为,谈经,基本上是一个,功夫进入,的佛学理论形态, 意思是说,慧能的观念表达,主要是基于它的功夫体会, 因此在回应一般的佛学基本问题的时候, 它的言说脉络便一直地只守在功夫操作的原理上来认识, 因此也就形成了一套慧能特有的佛学理论形态。 本文的研究重点因此也就放在慧能的功夫进入的佛学理论上来谈, 讨论慧能所建构的特殊形态的功夫理论。 谈经,哲学的功夫理论之观念形态,简言之,可约之如下, 一知是往功夫里讲,二功夫从境界上说,三境界在证悟中谈。 这个功夫进入的理论形态的特点, 就在于慧能总是站在一个已经开悟了的境界中言说那个境界内的景况, 因此在他解说功夫的时候他的说明并不是一个过程中说明, 而是在言说他自身的在境界中的状态, 而这个境界,又是一个已证悟了的境界。 另外,会能在对佛教哲学领域内的一般知识之意函做说明的时候, 会能又转化知识的认识活动为一种功夫的操作活动, 因为站在一个已证悟了的境界中来活动的时候, 一个一般知识认知的功课已经不是重点, 存有者的人生活动是一个都在境界内操作的状态, 那个在状态中的处理,即是一个功夫的进行, 所以所有一般知识认知之活动, 都被会能以如何持守在最高意境状态的功夫操作来回应。 这就是整个,谈经,观念活动的特色, 可以说是一个已开悟者的套套逻辑, 一切的事理都只是最高境界状态的自证流言而已。 一,前言 本章将讨论中国禅宗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六组谈经, 并且将要以一个, 功夫哲学, 的诠释进入来探讨, 企图从功夫哲学的角度为中国禅宗哲学的理论建构, 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进入。 谈经, 这一部中国大臣佛学的奇特作品, 我们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角度来看时, 会发现谈经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功夫哲学进入的佛学理论, 所谓, 功夫进入的佛学理论, 是说有这么一套佛教哲学的理论, 它主要的都是从功夫操作的观点来谈的, 透过对功夫操作的认识为基础, 而提出关于形上学, 社会伦理学, 人格形态学等相关的佛学理论出来。 所以, 功夫进入的佛学理论, 之概念是对于该佛学理论的思维脉络之特征的描述者。 功夫理论的词一直阶级指在一整套哲学理论体系内, 其中有这么一个部分都是在谈人存有着功夫操持的理论建构, 当然他的观念必然给予该哲学体系内的其他部分有着互为引证的一致性在。 论、谈经,的功夫哲学,要点有三, 一,知识往功夫理讲, 二,功夫从境界上说, 三,境界在政悟中谈。 首先,就,知识在功夫上说, 这,即会能对一般佛教仪鬼, 以知真正意涵的界定, 是从功夫实修中取义的, 例如奇谈、法身、化身、报身、忏悔、 三归一、西方净土, 等观念者是。 其次,就,功夫在境界上说, 这,即会能对于功夫实修的根本意涵之界定, 是。 直接拉到成佛悟道的真实状态中来标定功夫的情状的, 并不是在阶段、四地、过程等的操作。 上座分书的, 也不是在功夫的形上意涵中来解明的, 可以说是一个, 境界进入的功夫理论。 如奇言,禅定,坐禅,风动翻动心动说, 魔喝般若波罗蜜, 大智慧道彼岸, 顿见之分。 等功夫观念的讨论方式即是如此。 第三,就,境界在证悟上说, 者,是只会能以境界状态说功夫持守时的归结, 是只在悟道阵入的最高定境中说此境界的, 是以最高悟境的情状要求功夫的, 是功夫的一种心形的解义, 如奇言说, 真如自信其念, 般若三昧即是无念, 自信清静, 真如本性, 定会等, 界定会, 传授的可教不可教之问题, 等诸观念, 都是直接以成佛意境的内涵来说此些观念的意义的。 本文对, 谈经, 功夫观念的讨论, 将以, 谈经, 经文的全解位讨论的方式, 谈经, 经文文艺简要, 其实却蕴藏丰厚的功夫实感, 时事会能生命体振的结晶, 严简易该, 智脏无穷, 我们以为直接针对经文做全解才是最能彰显会能观念特色的做法, 如果一直呆在哲学概念的抽象分析的工作方式中, 则所得者将远远不及所失者。 本文对经文的引用, 将以, 宗宝本的, 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二, 为一, 并侧重会能轻讲的文字部分。 二, 正文, 会能言说功夫的观念乃由, 谈经, 小于行有品地一大于揭开序幕, 一个极有名的禅宗故事, 说明了会能功夫观念的要指, 文中言。 时有风吹翻动, 一声曰风动, 一声曰翻动, 议论不已, 会能静曰, 不是风动, 不。 是翻动, 忍者心动。 三, 小于行有品大于。 为什么会能要说忍者心动呢? 难道粉不动吗? 翻不动吗? 事实是, 风吹翻动了, 所以风是动了的, 而且翻是动着的。 然而会能是站在以 证悟者的永恒的在境界状态中谈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局面的, 对会能而言, 所有的活动都是功夫状态中的事业, 所以一个简单的, 对外在现象的回应的讨论, 对会能而言也仍然是在状态中的处理, 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境下, 明明是一个讲说佛法的道场, 就更应该让一切的讲说都是在修持佛法的进行状态, 都是学佛的心念在活动着的情境, 所以两僧对外在客观现象的争议, 对会能而言就是一个证悟的。 活动的起初, 而一个在境界状态内的证悟活动是不对外进起分别心的, 这是佛教哲学的一般性要件。 会能则就在这个进入了学佛操作的功夫状态上来说这个事件的意义。 原来两僧的功夫滑落了, 对外进起了分别心, 所以那个事件的根本意义不是一个知识的客观性的争辩, 而是对那个活动的境界地位进行批判, 那个争议是一个在境界之外的状况, 是一个要被批判的操作状态, 假使在境界的状态中的话, 这个争议是根本不发生的。 这并不是说这里并没有客观的风动, 翻动或是两者皆动的事实之可言说者, 而是学佛境界的进行状态里根本不需要有这个熟进熟动的问题意识来发展, 所以这个客观知识的问题被惠能以功夫的操作的问题意识给转换了。 一僧在那个情境中进入了意识其微风动意义的心理结构中, 令僧进入了意识其微翻动意义的心理结构上, 而惠能则批判两僧皆进入了一个心动的意识状态里, 而心动则正是惠能所认为的正佛功夫中的迷人行径。 事物者,是,无念无相无助,是,大智慧不有对象分别心,的形状的, 绝不是一个进入知识的意识分别且只为争议的活动状态中的存在。 这其实正是南宗诸公案中,文不对题,答非所问,等故事中的道理。 惠能哲学观念的重要表述类型是对于,不二,法门的强调, 这是寇景惠能谈,无念,无相,无助,无二相,离境,无腹,诸说而言的, 不二及无主客对别,这是在功夫的实心操作中的境界, 在这个境界状态中,即已超越了一般学佛功课上的知见事业, 如言定会别,言禅定,言坐禅,言解脱,言功德等事。 此时的功夫重心,就是持定在证悟境界中的状态。 惠能于回答应宗法师对其师臣嘱咐指寿者何的时候, 即言,指寿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此即指称在五祖教法下惠能所悟之佛法功课在, 直指见性,即直指见性,即直。 入境界之中,即在境界之中,即已不须在言一般的功夫用项, 即,不论禅定解脱,者。 因为在论此类功夫概念之时, 功夫的操作者自身分化为主客对别之情状, 此即,二法。 如惠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这就是惠能在一切功夫言说的观念纲要。 在知识上,佛法功课中明像万千,概念凡所深奥, 但从知识活动的分枢厘清而言, 这又是一般的平常情况, 但是会能所重为在功夫的操作, 除了植入境界的操作以外, 其余的知识理解活动皆属功夫外事, 会能彻头彻尾的不予处理。 并非知识不存在, 而是在境界中的功夫操。 作者只有一种存有状态, 那就是一个, 无念、无助、无相的圆明状态。 在此状态中, 操作者对于佛法知识类像中的, 常、不常、善、不善、孕与界, 等等诸事是不对应的, 是不以主体运作来处理的, 主体的运作永恒的定境在般若智的佛性状态中, 于是对于一般的功夫意义, 即一般的肢解领悟都不去对应, 自身持守在, 不二的圆明状态中, 此即其言, 不二的功夫法门者, 如其言, 宗父问曰, 黄梅父主, 如何止受, 会能曰, 只受及无, 违论见性, 不论禅定, 解脱, 宗曰, 和不论禅定解脱, 会能曰, 为是二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 宗又问, 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会能曰, 法师讲, 涅槃经, 明佛性, 是佛法不二之法, 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 犯似崇敬, 做五逆罪, 及一产体等, 当断, 善根佛性否, 佛言, 善根有二, 一者常, 二者无常, 佛性非常非无常, 是明不断, 明, 为不二, 一者善, 二者不善, 佛性非善非不善, 是明不二, 孕与戒, 凡夫见二, 智者, 勒达, 其性无二, 无二之性, 即是佛性, 小于行有品大于, 四, 会能功夫本位的观念发言, 使得他对于明香的概念之解极不重意涵的细致分书, 会能的, 菩提心, 般若智, 佛性, 等最高境界的概念在他的使用中皆无分别, 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会能的明相意涵时, 如果侧重明相意涵的此类比意之厘清, 从而分别他的传承施法的决定, 这样的工作方式, 显非第一意相应的研究进入, 甚且一旦拿捏不准, 极易滑落会能要指, 反不如直接接领会能的, 功夫中心之思维方式, 从功夫与境界的一路领会中进发下去, 直接提取会能观念思维的言说进入, 或许更能掌握要义, 当然这是站在理解及诠释的角度而言, 如果站在其他的研究立场的话, 可非句词, 会能在言说, 菩提般若智, 时, 重点仍在功夫, 他的观念中早有, 佛性本具, 之理解, 这或为他思考的起点, 或为他功夫的起点, 或为他观念的节点, 总之, 佛性本具, 是他一切功夫言说的根本根据, 也可以说会能的佛法观念是根本地基于此一信念从而有了所有功夫, 观念发言的可能发展的, 而在功夫发言时, 会能则直接提出功夫在实践实行中的要指, 幻言之, 佛法全不是知, 佛法全不是知解, 全不是知识性的言说, 佛法的追求只是功夫的实践, 功夫的实践并非知识的实取言说的活动, 物于实取言说者, 是以菩提般若智位与佛性位二的客体对象, 此非佛性, 佛性只在性中, 即只在操作者的实践中, 这也就是我们历, 谈经, 功夫露述的第一层进入, 知识往功夫里讲, 的意义, 参见会能言, 善知识, 菩提般若知智, 是人本自有之, 只愿心迷, 不能自悟, 虚假大善知识, 是 导见性 当之于人知人, 佛性本无差别, 只愿迷雾不同, 所以有余有智, 无精畏说魔, 喝般若菠罗秘法, 使如等各得智慧, 智心地听, 无畏如说, 善知识, 是人终日口念般, 若, 不识自信般若, 犹如说时不保, 口诞说空, 万劫不得见性, 终无有益, 善知识, 魔喝般若菠罗秘是泛语,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 此虚心行, 不再口念, 口念心不行, 如, 幻如画, 如漏如电, 口念心行, 则心口相应, 本性是佛, 离性无别佛, 小于般若品, 第二大于, 五, 会能在知识的对应上是, 直上功夫里讲, 所以他讲, 魔喝般若菠罗秘法, 时, 就都在功夫里谈, 他所说的, 魔喝, 概念就是一个新量扩大至极境不分别的功夫状态, 魔喝, 是, 大, 大, 是, 空, 大, 是一个以空位义的, 功夫, 在操作者的主体心境中要将, 一切法的对应从对象的客观定位中消弭, 而直入境主体的境界中设定, 设定在一个般若空会, 的状态里, 空是客观的具体时空之空, 也是主观的一面善恶之空, 此事入佛境界中是, 此事是人性空之意, 当然, 虽然, 这一个, 是人妙性本空, 的作用, 主要的人在修心中谈, 即主观, 的善恶诸境不着的功夫操作中谈, 这一项功夫的实义即在其, 以无念为宗, 的功夫观念, 理, 无念是心对外境不分别, 不执着, 无念不是顽空, 即空, 是对境不着, 不是强制无境, 参见会能言, 和明磨合, 磨合是大, 心量广大, 犹如虚空, 无有边盘, 亦无方圆大小, 亦非清黄, 赤白, 亦无上下长短, 亦无称无喜, 磨是无非, 无善无恶, 无有头尾, 诸佛差土, 尽, 同虚空, 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义法可得, 自性真空, 亦复如是, 善知识, 莫闻无说空, 便急着空, 第一莫者空, 若空心静坐, 急着无济空, 善知识, 世界虚空, 能含万物色, 像, 日月星宿, 山河大地, 全员西见, 草木丛林, 恶人善人, 恶法善法, 天堂地狱, 一切大海, 须迷诸山, 踪在空中, 是人性空, 亦复如是, 善知识, 自性能含万法是大, 万法在诸人性中, 若见一切人恶知与善境皆不取不舍, 亦不染者, 心如虚空, 明知为, 大, 故曰摩赫, 善知识, 迷人口说, 智者心行, 又有迷人, 空心静坐, 百摩所思, 字, 称为大, 此一辈人, 不可语语, 为邪见故, 小于般若品第二大于, 六, 由此可见, 摩赫, 的, 大, 义, 被从知识转成功夫, 此一功夫直探一个境界, 在这, 各境界中则自心与世界对象是一, 充分静体不二无分别之意, 会能说, 般若, 时, 更急在功夫实践中谈, 在主体心的应对周遭中实际操作者般若智, 在操作的状态中, 般若智由操作者主体中自显自现, 而且只有在操作的状态进行中才能得显, 所以般若智是主体本具的, 而且只有在实践中才有真正的认识, 所以是自己作用的活动, 名为真性自用, 其言, 善知识, 心量广大, 辩周法界, 用极了了分明, 应用辩知一切, 一切即一, 亦即一, 切, 去来自由, 心体无智, 即是般若, 善知识, 一切般若智, 皆从自性而生, 不从外, 入, 莫错用意, 名为真性自用, 一真一切真, 心量大事, 不行小道, 口莫终日说空, 心中不修此行, 恰似凡人, 自称国王, 终不可得, 非无弟子, 善知识, 何明般若, 般, 若者, 唐言智慧也, 一切处所, 一切时钟, 念念不渝, 常行智慧, 即是般若行, 一念, 于己般若觉, 一念至己般若生, 世人于迷, 不见般若, 口说般若, 心中常于, 常自言, 我修般若, 念念说空, 不识真空, 般若无形相, 智慧心即是, 若坐如是解, 即明般若, 智, 小于般若品第二大于, 七, 慧能言, 波罗蜜, 概念之时一时, 亦不从知识上的相关正力要见上谈, 例如何谓彼岸, 佛教哲学中的超越世界之内含为何, 功夫主体的存在结构为何, 如何说明在宇宙论基本问题, 中的主体生死转换之注意, 这些环节会能都一笔跳过不谈, 仍是一个知识往功夫上讲的, 方式, 直救, 离生灭, 在功夫中应如何操作来谈, 谈的方式则不离, 不二, 无念, 诸功夫要, 一, 在离境无念中一切人事真扰不入凶刺, 操作主体对应生命现象诸情境时拥有绝对无碍的, 自由, 此极, 如水长通, 如其言, 何名波罗密, 此事西国语, 唐言道彼岸, 解意离生灭, 这境生灭起, 如水有波浪, 极名为此岸, 离境无生灭, 如水长通流, 极名为彼岸, 故号波罗密, 小于般若品地, 二大于, 八, 我们前此谈了许多会能从功夫上讲知识的观念, 至于具体的功夫言说之要义, 会能的说法, 就是我们为会能力的第二个特征, 功夫从境界上说的要指, 即当其言说功夫时, 总, 直接在境界的状态持守中, 定位功夫的实义, 一级不达境界中的真实者, 即非功夫, 即言, 功夫之时, 即已在境界之中, 故而境界者也只是一个在功夫操作中的状态, 所以入佛境界的追求活动, 便除了功夫实践之外, 全无他路, 如言,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而且入佛境界之事也全直接在功夫中献出, 如其言, 前念弥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前念者静即烦恼, 后念离静即菩提, 参见惠能言, 善知事, 迷人口念, 当念之时, 有望有飞, 念念若行, 是明真性, 物此法者, 事般, 若法, 修此行者, 事般若行,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善知事, 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弥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前念者静即烦恼, 后念离静即菩提, 善知, 十, 摩赫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 无助无往亦无来, 三世诸佛从中出, 当用大智, 会打破五蕴烦恼成劳, 如此修行, 定成佛道, 便三读位界定慧, 小于般若品第二大于, 九, 会能在功夫中说佛境界的言说特征, 对于会能的功夫路数也毫不相违, 即在功夫中进入无念境界之时, 则一切尘劳中是皆当下清净, 自传成道, 不论人生阅历中有多少情境, 任何情境皆可因功夫的定在无念之境, 而转入成佛境界中, 即其言, 从一般若身八万四千智慧, 这, 亦如其言, 于一切法, 不娶不舍, 即是见性成佛道, 这, 参见, 善知事, 我此法门, 从一般若身八万四千智慧, 何以故, 为世人有八万四千智劳, 若无智劳, 智慧常现, 不离自信, 悟此法者, 即是无念, 无意无者, 不起狂妄, 用自, 真如性, 以智慧观照, 于一切法, 不娶不舍, 即是见性成佛道, 小鱼般若品第二大鱼, 十, 会能从主体功夫即在境界中是言说佛性之体现, 如此即造成一个理论上的情况, 那, 就是对于佛所说法的活动的重新诠释, 即将认为佛之说法亦佛在境界中之发言, 故而亦有其, 可不发言之事者, 一旦发言, 实为人说, 即在发言, 则在境界, 故而学人只学其在境界中是, 即是学佛, 而佛可在境界中, 众生亦可在境界中, 人人皆可在境界中, 只要功夫操作直入即, 可, 这就是人人皆有佛性之说, 这更是佛性只在操作中是, 不关经典, 不关佛说多少法门, 众生若学佛之功夫, 即入境界, 即是悟佛, 故而学佛悟佛之事皆在自心中当下操作即是, 故, 的, 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如此之学佛事业, 全在自心功夫之中, 迷失虚人皆引, 悟后, 自行便是, 如人执人皆引, 即不见性, 非能悟者, 见其言, 善知是, 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 大小二圣, 十二不经, 皆因人智, 因智慧性, 方能, 见力, 若无是人, 一切万法本自不有, 故知万法本自人心, 善知是, 不悟及佛, 是众生, 一念悟时, 众生是佛, 故知万法静在自心, 何不从自心中, 顿见真如本性, 菩萨界精云, 我本原自性清净, 若实自心见性, 皆成佛道, 静明精云, 即时或然, 还, 的本性, 一切善法, 因善知是能发起故, 三世诸佛, 十二不经, 在人性中本自, 具有, 不能自悟, 需求善知是, 只是方见, 若自悟者, 不假外求, 若一向职位需他善, 知是望得解脱者, 无有是处, 何以故, 自心内有知是自悟, 若起邪迷, 妄念颠倒, 外, 善知是虽有教授, 就不可得, 若起正真般若观照, 一刹那间, 妄念俱灭, 若实自性, 一物极致佛地, 小于般若品地二大于, 十一, 在慧能的这种功夫观念建构中, 功夫只在境界上说, 境界又只成佛境界一事, 故而众多境界与慧集通而为一, 如, 十本心, 得解脱, 入班若三昧, 等, 而其十一, 即在, 无念, 之功夫中, 的物无念, 即是要指, 故而, 善知是, 物无念法者, 万法净通, 物无念法者, 见诸, 佛境界, 物无念法者, 智佛地位, 参见其言, 善知是, 智慧观照, 内外明册, 十字本心, 若是本心, 即本解脱, 若得解脱, 即是, 班若三昧, 班若三昧, 即是无念, 和明无念, 知见一切法, 心不染者, 是未无念, 用, 即便一切处, 亦不着一切处, 但尽本心, 十六时出六门, 于六尘中无染无杂, 来去自, 由, 通用无智, 即是班若三昧, 自在解脱, 明无念行, 若百物不思, 当令念诀, 即是, 法复, 即明边见, 善知是, 物无念法者, 万法净通, 物无念法者, 建诸佛境界, 物无, 念法者, 智佛地位, 小于班若平第二大于, 十二, 会能在持守注入佛境界的功夫言说进入下, 他对于, 定会关系, 的看法是讲, 定会等学, 的, 其实就是讲只有一个证物的境界可做, 除此之外皆非佛是, 在这个证物的境界中, 所, 正者佛性而已, 所以会在证中显, 定即证中事, 一证, 则定于证, 且证入佛境, 故无所谓有, 定复有会之事, 两试一试, 皆是在境界状态中事, 以及只有一个在功夫操作中的境界一试, 要论学佛, 指此一试, 若学者分别于定概念与会概念的知识时取, 甚且争辩于定会先后内外, 轻重之别, 则此时所悟者即只是尘劳中之活动而已, 会能对此事极为批判的, 因为一切的真, 便接入二乡之中, 佛法是不二之法, 不二之法是心形中的境界状态, 是要在实践中具体操作的事业, 操作出一个不起分别的无念功夫, 定竞在一个念念原名的入佛境界之内, 此状态中一切如如, 不起执着, 三藏十二不经有可割下, 一切生活仇害心接不起, 所有善恶是非皆出, 心外, 这是一个入佛之境, 岂有定会言别之事可说, 更无定会先后之真可作, 移入, 正, 静, 即入迷人, 即非佛境, 定即是在会之状态中, 会即是有定的功夫持守之事, 故而定会等, 时即是, 功夫优位, 境界第一的观念落实, 如以佛性为有光之灯, 则灯而不光毫无意义, 即, 与成佛之事无设, 即无意义, 即无意义, 则言灯言光有何时矣, 不若一刃光亮即为正入之境, 即已完成, 故而从正佛功夫来论, 则灯光为一, 即如定会为一, 定会为一即境界在正物中谈, 不在他处谈, 参见会能言, 师事众云, 善知事, 我此法门, 以定会为本, 大众物谜, 言定会别, 定会一体, 不, 适而, 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即会之时定在会, 即定之时会再定, 若是此意, 即是定, 会等学, 诸学道人, 莫言先定发会, 先会发定, 定会, 各别, 作此见者, 法有二相, 口说善语, 心中不善, 空有定会, 定会不等, 若心口俱善, 内外亦如, 定会即等, 自, 物修行, 不再于正, 若正先后, 即同迷人, 不断胜负, 却增法我, 不离四项, 善知事, 定会有如何等, 犹如灯光, 有灯即光, 无灯即暗, 灯是光之体, 光是灯之用, 明虽, 有二, 体本同一, 此定会法, 亦付如是, 小于定会品第四大于, 十三, 对于慧能而言, 学佛事业旨在起而行, 行者行何事, 只是自心常在境界中而已, 佛性本, 据, 一体起即可彰显, 直接在心性中操作即是成佛事业, 成佛事业永远是自家之事, 永远是, 功夫状态中的一种境界, 除此之外皆无观佛事, 口说, 真诵, 赞献, 坐禅等皆非要止, 一座, 用即执着, 即入谜, 即分别, 即离境, 以不自作公用即离诸境, 即入佛境, 入佛境者也只是, 执行一行, 一行中处处通流, 即在生活情境中逝世无碍而无尘劳烦恼者, 其言, 失事众云, 善知事, 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处行住坐卧, 常行一执行事也, 敬明经, 云, 执行是道场, 执行是净土, 莫兴行产驱, 口但说直, 口说一行三昧, 不行执行, 但行执行, 于一切法物有执着, 小于定会品第四大于, 十四, 会能令以, 顿剑, 为假明, 即无顿剑, 义不真言顿说, 即不正, 即不二之法, 即入佛物, 道, 因为境界中的状态已超越顿剑, 言顿言剑皆是在未正入之前的个人契机, 所以顿剑是假, 明, 即是一个在政悟境界中不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只有功夫的持守之事而已, 顾言, 自识, 本心, 自见本性, 即无差别, 所以立顿剑之假明, 参见, 师事众云, 善之事, 本来正教, 无有顿剑, 人性自有立顿, 迷人见修, 勿人顿器, 自识本心, 自见本性, 即无差别, 所以立顿剑之假明, 小于定会品第四大于, 十五, 会能以, 无念功夫, 支持手, 而解消一切知事时取的活动, 以其为正, 非观佛事, 则会, 能得, 无念, 功夫为何, 其实亦是为对于人身周遭情境的意义直定心之放舍, 放舍之后, 是, 见只是纯粹的如实发生, 自己心不粘质, 事过即境迁, 顾言, 随缘消业障, 无相送, 对, 于当下的一个心灵震撼, 心情激动, 不去拾取, 使得它成为过去, 更不去延伸, 使得当下急, 空, 更富无有追想, 使得下一刻清静, 这通流于, 过限位, 前经后的自我一念, 事实存于, 生活周遭之中, 却又持守在自信清静之中, 周遭事便利利如目见见真实, 自心性中清清朗朗, 无值无负, 这是一个当下的处理, 不是一个存在的缺席, 处理中是功夫在进行, 若不处理但, 另存有缺席, 则缺席只是另一种执迷, 其实是逃避, 忠于自我执父, 所以无功, 功夫必须实, 既操存, 亦来亦往终于静离静, 余香离香, 是为无助无相无念之真意, 如其言, 善之事, 我此法门, 从上以来, 先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无相者, 于, 相而离相, 无念者, 于念而无念, 无助者, 人之本性, 于世间善恶好仇, 乃至冤之语, 清, 言语处次其真之时, 并将为空, 不思仇害, 念念之中, 不思前进, 若前念, 经念, 后念, 念念相续不断, 名为细父, 于诸法上, 念念不住, 即无父也, 此事已无助为本, 善之事, 外离一切相, 名为无相, 能离余相, 则法体清静, 此事已无相为体, 善, 知事, 于诸境上, 心不染, 约无念, 于自念上, 常离诸境, 不于境上身心, 善, 知事, 云合力无念为宗, 只愿口说见性迷人, 于境上有念, 念上便起邪见, 一切尘劳, 妄想, 从此而生, 自信本无一法可得, 若有所得, 妄说或福, 即是尘劳邪见, 故此法, 门吏无念为宗, 小于定会品第四大于, 十六, 无念之后, 念非即无, 无念之后, 念再真如, 故而时即无此尘劳, 分别, 妄想, 真辨之, 念, 而显现清静原明的佛性之念者, 故而自信之念其时永不断绝, 指此一念乃清静之念, 是, 以正悟之后之念, 是, 真如自信其念, 如其言, 善之是, 无者无何事, 念者念何物, 无者无二相, 无诸尘劳之心, 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体, 念即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信其念, 非眼耳鼻舌能念, 真如有性, 所以其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身当时即坏, 善之事, 真如自信其念, 六根虽有见闻觉, 知, 不染万尽, 而真信常自在, 故经云,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意而不动, 小于, 定会品第四大于, 十七, 既仍要, 自信真如其念, 即是仍然永恒的在定境之中, 在定境之中者也仍然要有生活的对应, 此即, 道须通流, 之意, 所以会能极力反对空心静坐的功夫说法, 此时为最不见到的仗道因缘, 如其言, 迷人者法相, 直一行三昧, 直言常坐不动, 望不起心, 即是一行三昧, 作此解者, 即同无情, 却是仗道因缘, 善之事, 道须通流, 何以却智, 心不住法, 道即通流, 心, 若驻法, 名为自负, 若言常坐不动事, 只如设立符, 焰坐临终, 却被为魔结合, 善之, 时, 又有人交坐, 看心观境, 不动不起, 从此至功, 迷人不惠, 便知沉颠, 如此这众, 如是相较, 顾知大错, 若只百物不思, 念尽除雀, 一念绝即死, 别处受身, 是, 畏大错, 学道者思之, 若不识法意, 自措有可, 更劝他人, 自迷不见, 又傍佛经, 所, 以利无念为宗, 小于定会品第四大于, 十八, 即如会能于解说, 坐禅, 观念时, 反对, 看心, 看静, 空坐不动, 的功夫观点亦然, 如果功夫如此操作, 则主体的境界分裂为二, 原是一个自信在佛的亲近境界, 却转而成为追求一个不真实存在的形状, 而在这个不真实存在情况中的主体自我, 便落入非佛境界的迷人状, 太中, 在生活的动作上妄想从生, 说人是非, 与道违背, 如其言, 失事众云, 此门作禅, 原不看心, 亦不看静, 亦不是不动, 若言看心, 心原是妄, 知心如幻, 故魔所看也, 若言看静, 人性本静, 由妄念固, 覆盖真如, 但无妄想, 性, 自清静, 起心看静, 却深静妄, 妄无处所, 看者是妄, 静无形相, 却立静相, 言是功, 夫, 作此见者, 仗自本性, 却被静赴, 善知事, 若修不动者, 但见一切人时, 不见人, 知事非善恶过患, 是自信不动, 善知事, 迷人深衰不动, 开口便说他人是非常短好恶, 与道违背, 若看心看静, 即账道也, 小于作禅品第五大鱼, 十九, 慧能的, 作禅观, 实无禅坐之可言, 作禅也是求道的活动, 因此也是只有一种根本意, 那就是无念的功夫, 所以肉体上的作禅活动根本与成佛无关, 作禅也好, 忏悔也好, 念佛好, 也好, 发誓愿也好, 一切佛门归界中的行义诸事, 都只已执在本心中提起清净自信的澄清作, 用谓要指, 如其言, 失事众云, 善知事, 和明坐禅, 此法门中, 无障无碍,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 名为作, 内见自信不动, 名为禅, 善知事, 和明禅定, 外离香未禅, 内不乱未定, 外, 弱者香, 内心极乱, 外若离香, 心极不乱, 本性自敬自定, 只为渐境思敬极乱, 若见, 诸境心不乱者, 是真定也, 善知事, 外离香即禅, 内不乱即定, 外禅内定, 顾明禅定, 菩萨, 借经云, 我本性源自清净善知事, 于念念中, 自见本性清净, 自修, 自行, 自成佛道, 小鱼做产品第五大鱼, 二十, 即如其言, 忏悔观念, 这, 也是一个无念的持守功夫的操作原理, 从前念经念后念, 念念不被鱼迷染, 念念不被骄狂染, 念念不被极度染, 颤者颤其前千, 从前所有恶业, 鱼迷骄狂极度等罪, 西皆敬颤, 永不复起, 世民为禅, 毁者, 毁其后过, 从今以后, 所有恶业, 鱼迷骄狂极度等罪, 经已觉悟, 西皆永断, 梗, 不复作, 世民为悔, 故称忏悔, 小鱼忏悔品大鱼, 二十一, 而其言, 发四红誓愿, 的观念做法, 则都是在自己心性上下功夫的做法, 即如, 众生, 的概念, 也以从外在他人对象的一般意转换成自心心理情结意识的概念, 从而在自心中度化改过, 如言, 善知识即忏悔意, 与善知识发四红誓愿, 各须用心正听,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 自信法门无边誓愿学, 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大家起步, 道众生无边誓愿度, 愣魔道且不誓愿能度, 善知识心中众生, 所谓邪迷心, 狂妄, 心, 不善心, 极度心, 恶毒心如是等心, 竟是众生, 各须自信自度, 是明真度, 和明, 自信自度, 即自心中邪见烦恼于痴迷忘众生, 将正见度, 既有正见, 使斑弱智打破于, 痴迷忘众生, 各个自度, 邪来正度, 迷来悟度, 愚来智度, 恶来善度, 如是度者, 明, 未真度,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 将自信般若智除, 却虚妄思想心事也, 又法门无尽誓愿学, 虚自见性, 常行正法, 誓明真学, 又无上佛道誓愿成, 既常能下心, 行于真正, 离, 密离觉, 常身般若, 除真除妄, 既见佛性, 即言下佛道成, 常念修行誓愿立法, 小于, 忏悔品第六大于, 二十二, 佛门一般修持活动中的, 三生归一观念, 会能亦有几亿, 会能所言之清净法身, 不从任何佛学教派的一般定义来解, 仍是从自心功夫持守的境界中谈, 所以, 清净法身, 者即在境界状态中的自我形状, 令即, 圆满报身, 即, 千百亿化身, 截然, 都将这些以有一般定义, 的境界观念转化为自心内在修持的主体清净状态, 这就是以功夫说知识, 以境界说功夫, 以最高证悟状说境界, 难怪会能不断强调这世上根利弃者的功夫佛法, 不可轻易说给愚人听闻, 恐其悔佛, 如其言, 何明清净法身佛, 是人性本清净, 万法从自性身, 思量一切恶事, 即身恶行, 思量, 一切善事, 即身善行, 若欲善之事, 闻真正法, 自除迷惘, 内外明彻, 于自性, 中万法皆现, 见性之人, 亦父如是, 此明清净法身佛, 善之事, 自心归依自性, 事归, 依真佛, 自归依者, 除却自性中不善心, 极度心, 产屈心, 无我心, 狂妄心, 亲人心, 慢他心, 邪见心, 供高心, 即一切时中不善之行, 常自见己过, 不说他仍好恶, 是, 自归依, 常须下心, 普行恭敬, 即是见性通达, 更无至爱, 是自归依, 小于忏悔品, 第六大于, 二十三, 和明缘满报身, 譬如一登能除千年案, 一致能灭万年鱼, 莫思向前, 已过不可得, 常思于后, 念念缘明, 自见本性, 善恶虽疏, 本性无二, 无二之性, 名为实性, 于实, 性中, 不染善恶, 此名缘满报身佛, 自性起一念恶, 灭万劫善因, 自性起一念善, 的, 横杀恶境, 直至无上菩提, 念念自见, 不失本念, 名为报身, 小于忏悔品第六大于, 二十四, 和明千百亿化身, 若不思万法, 性本如空, 一念思量, 名为变化, 思量恶事, 化为, 地狱, 思量善事, 化为天堂, 独害化为龙蛇, 慈悲化为菩萨, 智慧化为上界, 于痴化, 为下方, 自性变化甚多, 迷人不能审觉, 念念起恶, 常行恶道, 回忆念善, 智慧极深, 此名自性化身佛, 小于忏悔品第六大于, 二十五, 善知事, 法身本具, 念念自性自见, 即是报身佛, 从报身思量, 即是化身佛, 自悟, 自修自性功德, 是真归一, 皮肉是色身, 色身是宅舍, 不言归一也, 但悟自性三身, 即是自性佛, 小于忏悔品第六大于, 二十六, 三, 结论, 以上我们对谭经在开谭教室的言说活动中所显现的功夫十座之一里的全解, 是谭经文字的第一序的解说, 但是对于谭经这样的一里特色的佛学作品, 我们还可以从纯粹哲学义理的角度进行第二序的若干探讨, 以及指出这样的理论进行的义理根据之哲学讨论, 以下论之, 谭经是一部有特定佛教哲学观念的理论性作品, 谭经是会能语录其中充满了具有特定主张的诸多观点, 也正是这许多的特定主张, 使得, 谭经, 作为佛教哲学作品中的一个有独特观念形态的理论对象, 当然更因为它的, 观念深度的具有高度的可在开发性的潜力, 使得会能知教法在中国佛教理论形态大加并立的。 大唐时期又独树一致的在开心局, 这一切的现象在理论研究的基地上则显现出了几个重点。 那就是, 会能有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 它的主张形成了一套有特殊观点的理论形态, 这个形。 太的哲学理论最终仍是一个佛学的属性, 所以它在形态的特殊性上是突出于中国佛教哲学的其他表现方式, 但是它在知识的基础上则仍需以整个佛教哲学作为说明与证明的背景的。 本 文对这个特色之表明, 并不足以证明会能在《谭经》中所说之种种即已成立, 这个特色的表明只是说出了它在佛教哲学活动中的表述形态之特色, 它在观念正立的问题上仍需要回到佛学理论的自我证明之脉络中, 所以我们在认识《谭经》中的哲学观念的时候, 首先要认识《谭经》文字表面所言说的佛学观念之形态为何, 其次要理解这一切的佛学观念之言说本身的哲学真实性问题, 以及佛教哲学本身的真理性问题, 前者可以说是一个形式上的特点问题, 后, 这则是一个内容上的要义的问题。 当然, 本文的讨论时只基于前一个问题。 二, 《谭经》里的普遍人性问题。 不论会能所使用的语会概念为何, 会能在《谭经》里不断地表明了对于佛性本具的。 观点, 这就是一个普遍人性的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形上学的命题, 是一个对于人存有者的存。 有本质做形态规定的理论性问题, 在佛教义理系统中的存有本质, 可以从如来藏观念或斑。 若观念等来界定, 如何落实于人性存有的理论归结。 当然, 在中国佛学观念发展中, 自主导。 生以后, 佛性本具, 众生皆有佛性, 等观念即已普遍升值人心, 但以之为功夫操存的。 理论基地, 并从而建立有独特形态的功夫观念, 在慧能的谈经说法中, 确实做到了罪。 淋漓尽致的发挥, 然而慧能这一切的观念发表, 却尚未针对此一命题的正立问题, 进行理论。 上的铺陈, 在佛教义里的众多系统中, 这个理论铺陈的可能形态是有多种的, 但是会能并未进行, 它仅仅是直接引用若干经典内已有的命题来说明, 二十七, 从而直接转入在这一个人性存有的实然中应如何做功夫的问题,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能实施一个功夫进入的佛学观念建构, 心态的道理。 但是, 我们仍需追问下去的是, 假使独立地看待会能功夫理论的命题时, 我们必须认知, 到, 佛性本具的命题实际的已经作为会能功夫言说的预设前提, 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命题的, 正立条件, 那就是要动用到佛教义理系统内的观念知识来处理的, 这是一个外部处理的工作。 方式, 如果要直接就会能的言说来正立的话, 这就是一个以功夫与境界理论建构的特有。 形式来正立的工作方式 一般而言, 普遍人性问题的正立即是作为人存有着功夫操作的。 行上学, 前提之正立, 然而在有功夫理论思维的理论特色下, 由于功夫的目标是要达至一个, 为人的境界, 所以那个作为中境的境界一含便将成为这个普遍人性命题的具体观念落实点。 也即就是它的正立要件, 那就是说作为预设的普遍人性之前提, 只当在作为功夫操作的中境。 知境界确实出现的时候, 才得证明, 换言之, 只要有人震入了功夫境界论的境界形状之中。 即是证明了该功夫理论所预设的形上命题, 也就是说, 普遍人性的正立完成于单一个案的境。 借一个人存有者的具体境界之达致则可证明该一理系统的普遍形上学预设命题。 这个正立的完成是基于境界的观念本就是主体的情境, 所以是主体的情境在正立这个命。 提的可能, 这一种方式的建构是基于境界理论只能是由人存有者来彰显其意涵的理论特征而来的, 即如, 为佛与佛能清正, 知说者是, 意味在为正入者之功夫操作过程中需强力的, 要求实性, 的道理所在。 所以佛能的佛性本具的命题之成立, 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其他佛教义理的命题中来解说, 我们另方面更可以从佛能功夫进入的佛学理论来讨论它的正立问题, 以及从境界理论的理论性格来定位 为它的正立形态,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转换一般哲学基本问题中的。 形上学的问题意识, 将它从作为世界观的普遍规定意义中再转出一种作为人性存有者的人格。 形态的主观定义上来理解, 特别是在直接讨讨论人生哲学的东方哲理形态系统中悠然。 形上学命题在概念的意涵上固然是存在的真相, 但是命题的表出无论如何是人为的观念。 因此也就仍是个别主体的领悟, 所以所有人生哲学进入的研说系统, 其形上学命题的根本。 性格都是主体境界的, 所以也就随着主体形态的类多而显现出形上学命题的相对意味类多。 因此形上命题便从存在的真相的意涵转化为主体形态的建构, 一个个的形上学命题, 变成为 一个个的人格形态, 所以东方哲理系统将各以其观念建构者的个人政务境界来建构可普遍。 操作的功夫理论, 而其同构的形上学命题虽然在理论的地位上是这一切功夫境界之所以可能。 的世界观预设基地, 但是更准确地说, 其实只是这个阵入之境界的客观化的表达方式而已。 客观的在世界观的言说意涵中所架构的哲学式的理论性命题。 三, 心学进入的功夫境界观。 谈经, 中的境界形状其实是一个, 心学意, 的功夫理论的典范形, 境界是一个存有着。 的状态, 境界理论是追求理想人格目标的哲学理论形态的归结, 所以境界的内涵直接决定理。 论的形态, 而最高人格境界的状态也即是该理论的最终目标, 并由此的通向形上学理论及功。 夫理论的中境上, 如果从一般佛教义里的境界形状上来探讨的话, 则佛性观念, 法身化身保, 身观念, 禅定观念等等皆是论说佛学最高境界理论的讨论要像, 但当我们来检视会能言说尽。 戒的观念内涵时, 会能的境界观念就是一个人存有着的无念修心的功夫状态, 就是一个前念。 经念后念念念不住不着进不着香的清静心状态, 会能不言神通, 不言存在的变化, 不言化身。 得万千, 不言抱身的壮貌, 不言法身的变哉, 不言禅定的深奥, 不言涅槃的情境, 只言修心。 得无念一境, 所以从功夫理论的角度说, 会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心学形态, 只论修。 心不论成佛, 一念物及成佛, 只论当下的主体操作不论客观的存在结果, 所以我们看不。 到从生死学, 神通变现, 出轮回等宇宙论角度的境界形状, 当然, 从知识建构的要求来说时, 我们是可以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言说境界的形状的, 不过从功夫的要指的角度来说时, 会能 所掌握的直下心地中持守定境的做法, 确实正是一切功夫的根本要地, 这是会能坚韧的地方。 更是禅宗中能大放异彩的地方, 即真实准确地掌握功夫指在自心中行的要指, 非观口说, 口说及知识的建构, 知识的建构即以转功夫为细附, 细附在非观佛式的概念之解上, 越转越远, 这也正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会能是真正的功夫进入的佛学形态的道理。 以上三点所论乃是针对谭经这部佛学著作的一理探讨, 其中所引发的更多方法论的问。 题, 我们将在下面几章中在语身论。 以谭经说法的特质, 实为禅师开谭正式传授法脉的讲话, 是一个纯粹宗教行为内式, 并不同于平常的理论钻研或经文开示, 所以主要都从一般的戒行仪轨上做教室, 这就是谭经中为什么充满了谭论、 发誓愿、归依佛、戒定会、忏悔, 等事宜的道理。 参见中国禅宗史第六章 小于谭经之成立及其演变大于应顺导师者台北正文出版社 1992年10月8版。 2、本文所使用的书籍是台湾立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国禅宗大权,第一册大陆学者李淼编著1994年5月出版一刷。 本文中所附录的《夜马集》是该书之夜马。 该书中所录之《谭经》,版本有二,另一位,法海版,之 南宗顿教最上大陈摩赫班若波罗蜜经六组会能大师于韶州大范四师法谈经, 但该版文字更为简洁, 义理更难明白, 且在若干记诵文字上稍有错误, 而宗宝本,义教为流行, 是以赞不饮用, 不过就义理的理解上我们仍是两板互参以求其权。 三,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台湾立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5月出版一刷, 第一册, 夜四十三。 四,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三。 五,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五。 六,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四, 复四十五。 七,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五。 八,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五。 九,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五。 十,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五。 十一,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六年四月七。 十二,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四十七。 十三,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一。 十四,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二。 十五,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二。 十六,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二年五月三。 十七,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三。 十八,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二。 十九,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三。 二十,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三。 二十一,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四。 二十二,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五年五月六。 二十三,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六。 二十四,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六。 二十五,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六。 二十六, 中国禅宗大权, 李淼编, 台北立文, 第一册, 夜五十六。 二十七, 如其言, 静明金云, 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净土, 小于定会品第四大于, 菩萨界金云, 我本源自信清净, 若实自信见信, 皆臣佛道。 静明金云, 即时或然, 还得本心。 班若品第三大于, 23248BC89D8F0F6A28188C40F96A51116232448350A06D9AD0FD16D9F5861C805BC3261203622OK910, 月一日近的月数日, 11月15日15日20 13 bitches1116245219加油101C00公差去保持这些 SleepReddit的期限制度,